第十一集,麦成荒和新家亮提出分手。 罗明里对麦成草的努力予以肯定,当众对刘律师提出批评,刘律师气不打一处来,他知道罗明里是麦成草姐姐麦成荒未婚夫的姐夫,还是把麦成草教训了一顿,发泄心中的愤懑。 麦成荒对陈女士有求必应,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她的任何无理要求,还邀请陈女士参加酒店红酒品鉴会,借此机会结识一些客户。 陈女士很感动,她正准备创业,感谢麦成荒不计前嫌给安排这么难得的好机会,当场把拖欠的物业费全部交上。 姚志明看到这一幕,心里深感欣慰。 麦成荒每天早出晚归,满腔热情为每一个业主服务,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可,她很晚还没有下班,刘婉玉放心不下,向麦成草打听麦成荒和新家亮的关系,麦成草胡乱找借口掩饰,麦来天也在一旁打掩护,刘婉玉也不再多问。 麦成草胡乱很晚才回家,父母去超市了,麦成草趁机劝她离开新家亮,不要因为她的工作委曲求全,麦成草让她安心工作,不要因为她和新家亮的关系影响前途。 刘婉玉看出麦成草早有事瞒着她,怀疑麦成草和新家亮吵架了,又不便向麦成草明说,麦来天劝她不要掺和孩子们的婚事,刘婉玉心里放不下,决定亲自去新家问清楚。 刘婉玉一早给陈德草送熏鱼,陈德草一眼就看出她的来意,一口咬定麦成草和姚志明联手把新家搞垮,麦成草向新家竞争对手透露标底,姚志明举报新家亮给麦成草的回扣。 刘婉玉得知事情原委,她觉得麦成草做得没错,新家立战出来冲刘婉玉大呼小叫,刘婉玉不想和他们计较,拿起熏鱼就想走。 天上下起了大雨,麦来天得知刘婉玉去新家了,想把姚志明送回家去接刘婉玉。 新家立无意中说出她让麦成草签婚前协议,刘婉玉气得大发雷霆,没想到他们竟然逼麦成草签这种屈辱的协议。 麦成草闻讯赶来,拉起刘婉玉就走,新家立对刘婉玉百般羞辱,新家亮听不下去,急忙出来制止新家立,麦成草忍无可忍, 当场宣布她没有透露标底,对回扣的事一无所知,她不会因为爱新家亮让父母受任何委屈,她和新家亮提出分手,说完这一番话,她拉起刘婉玉就出门了。 新家亮冒雨追出去,刘婉玉劝麦成草和新家亮好好谈一谈,麦成草让刘婉玉到门口的遮阳散下避雨, 她再次向新家亮提出分手,新家亮不舍得,她把积压在心里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,她为了麦成草和新家力吵了无数次,麦成草觉得太累了,不想再被这份感情折磨,她毅然决然转身离开。 麦来天开车带着姚志明来接刘婉玉,他们远远看到这一幕。 姚志明让麦来天先送刘婉玉和麦成草,她自己想办法回家。 麦成草看到新家亮独自站在雨中,心里默默祝福她能幸福,麦成草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她不吃不喝也不说话,麦成早下班回家得知麦成草和新家亮分手了,她替麦成草庆幸。 刘婉玉担心麦成草想不开,想进屋去一看究竟,麦成草微笑着开门出来,借口出去买洗衣液就匆匆离开了。 麦成草独自来到黄浦江边,麦成早随后跟来,对她好言相劝,麦成早想辞职离开方圆律所,麦成草劝她不要冲动, 更不要因为她和新家亮的事影响前途。 刘婉玉一早准备了丰盛的早餐,麦成草没胃口,饭也没吃就去上班了, 刘婉玉很担心,麦成草相信麦成草能走出来, 刘婉玉让麦成草劝麦成草和新家亮和好,麦成草觉得他们俩不合适。 麦成草走进公寓大厅,没有注意保洁阿姨放的警示牌,脚下一滑摔倒在地, 多亏同事及时赶来把她扶起来,姚志明正好在大厅, 她想过去安慰麦成草,最终还是放弃了。 张经理对麦成草的工作予以肯定,号召大家向她学习。 毛毛听说麦成草和新家亮分手了,第一时间来安慰她,麦成草心里很难过。